今天台股下跌了28点 曾要说到621亿 这是多方的防守量 上礼拜台股在上涨的过程当中 我说过军量超过700亿 OK啦 那是一个多方的攻击量 那回档修正 只要来到500亿 600亿 那就是一个多方的防守量 上礼拜已经给你解读相当清楚了 所以台股的一个目前成量 就是1000亿以下 1000亿以下也变成唐泰量了 对于这样的一个量人 我们所给你分析 希望你能看出重点 所以今天虽然回档修正 成交量表现我认为还不错 621亿 所以对年底作战行情 一点影响都没有 类股还是会轮动轮涨 对 我送给你一个金融股 互方金 今天股价来到51.3 再创新高 有没有轮动轮涨 所以你也千万不要因为 最近电子股的资金量能比较小 你就认为电子股没有行情了 那你就错了 因为它要轮来轮去 一下轮金融 一下轮传产 一下轮电子 这是一个很健康的轮动现象 你也不要因为美国的科技股回档了两天 你就认为台股的电子股会受影响 好没有 自己看一下 美国科技股是多头还是空头 多头还是空头 涨多的回档很正常 回档修正要懂得站在买邦 这是很简单的概念 如果美国科技股 你是从4500点放空上来的 你有办法存活到 上礼拜这两天的黑街棒吗 你早就被断头了 放空有一个风险 你只要被断头 你的资金化为乌有 甚至还要补钱 你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台股的电子股 有没有空间 当然有 有没有做这样行情 你一定看得到太多档了 这一档联军 光通讯的电子股 今天来到波段新高 那做多比较 有胜算还是做空 从台股 经过这四天的一个大量换手之后 你做多联军的赚钱 你放空联军的赔钱 是不是 当时候我就跟你讲过 一个选股的一个重点 11月11号 他没有跌破这一根长野的低点 当时候我给你一个选股的方向 就是只要你选股票 他没有跌破川普当选那根长野的低点 他又有基本面买加码 相对来讲 如果你选的股票 是跌破川普那一根长野的低点的 又没有基本面卖 有反弹空间也是有限 还记得吧 所以当时候11月11号 光通讯的联军电子股 105没有行情吗 1到10月根据也比较多成长的 所以当时候低点 105跟我买 买了之后 14号 中长后 对未来的一个行情规划 我已经画给你看了 11月14号联军 我画给你看 我说会先上 会过前波高 整理一下会再走高 会顶到这个位置 17号 是不是上去了 因为我老早就画给你看 那他有没有过前波高 25号 是不是过高了 那过高之后 是不是会震荡一下 过高之后会震荡一下 再走高 所以我会被洗掉吗 亲爱的同学 他有没有过前波高 震一震再走高 上礼拜是联军 出大量 要卖吗 一亮先驾行的干年 下一句你应该会了吧 他当然有高点 是不是 所以整个联军的一个架构 尖股价 有没有再度的创新高 来到124 是不是继续走高 需要卖吗 卖了吗 你们看到头信在做账 我们是在低档区 对他还没有上涨 之前先告诉你联军的好吗 当时我有盖牌没有错 但是我至少有把K线 秀给同朋友看 我至少有把它基本面分析 给你知道 绝对不是无中生有 同朋友 有时候我盖牌的原因理由 就只有一个 保护我们的会员 尊重会员的权益 但至少不是什么都没有 然后突然掀开 是涨停板的股票 这件事我做不错 因为会员也在看我的节目 也在跟我对视对价 所以整个联军当做低档区 105带你上车 是很安全 我们把他未来行情画给你看 会过高 过高之后 震一震会再走高 所以我会在这边被洗掉吗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你对一档股票的 一个未来走势 如果我先规划好 那接下来大波大行情 你一定掌握的相当精准吗 是连点作战行情 反而那个布局的一个脚步 会越来越快 尤其在12月中 你会看到 投信的一个资金 它会中压 投信的一个基金 他们要有七成 一定要布局在台股身上 不能少于七成 那接下来的年底做这场行情 剩不到一个月 到12月中旬 他们可能几乎会满仓压上去 至少会到九成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联军 当时候在 这个低档区105开始买 投信还没买 等他上去了之后 这一阵再走高的过程 你看得很清楚 他是过前波高 过前波高会正一阵再走高吗 过前波高正一阵再走高吗 没有错吧 正一阵再走高啊 上礼拜是出现大量啊 当然还有高点啊 所以今天的联军 有没有来到124 波段新高 还没卖 还没卖 投信 这几天买超了四天 投信 有没有帮我们会员做抬教 我老早就告诉过你了 你只要选择一档股票 基本并够强的 领先法人 坐在教上 他们一定会帮你抬教 我讲的一定都会帮你 让你做印证 所以整个联军 你可以看到 这四天投信了 投信是不是买超了 才买超四天而已啊 所以我需要急着卖吗 联军 不用急着卖 他还会在上 这我们给你一个操作建议啊 所以一档股票 在目前的一个作战行情 还没有结束以前 能赚破断的 我一定赚给你了 该卖的时候 我自然会带会卖嘛 上礼拜次的先进光 创新高29块半嘛 我卖在28.6 什么时候买的 当股价跌停板下来之后 这个位置带你买的啊 11月2号嘛 跌停板刹到22.6啊 隔天11月3号跌务缩小 开始买啊 买在22块半 这当时的动作啊 买在低档区 上礼拜次 创高了 涨了30几%了 28.6挺力卖出 上礼拜四的一个动作啊 这时间价位 都跟你对过了啊 因为量价不对称嘛 在这礼拜天的一个技术讲座 我会跟你交代 什么叫量价不对称 所以六日的一个技术班 所带给TOMIA的 是一个 20年的一个超盘心法的一个传授的课程啊 真的很重要 你来听 你会听到很多 说我电视上没有讲过的东西 那这个超盘心法 你来上一天 等于吸收了我将近20年一个经验 成功的经验要交给你 尤其那种 卖股票的一个精华 是你要学习的东西 你只要学会卖股票 你不可能大受伤啊 你会停利停损的话 你产生的结果就是大赚小赔 不可能大赔 这一点 我相信 如果这里有日的一个技术班的课程 你有来听的 职位票价 上礼拜四 现金光嘛 该卖就卖啊 28.6 因为量价不对称嘛 当天卖完之后 尾盘 变平盘之下 大概差了7%嘛 有没有卖对 上礼拜四这个位置卖 卖完之后礼拜五下来嘛 今天反弹嘛 卖这个位置OK啊 赚中间这一大段最好赚一段啊 没有错吧 这档冰川一样 上礼拜 33卖啊 赚52% 上礼拜的冰川卖在33啊 时间价位都给你对过啦 长黑吞噬筹码松动啊 那我上礼拜卖完之后 你也看到他礼拜亮灯涨停板 礼拜的冰川是亮灯啊 最高来到34.65吗 短线上你认为我卖错了 没有错我也承认 但我说过我不可能 在隔天他涨停板之后 马上做追回的动作 我没可能这样做 至少我对一档股票的一个筹码掌握 还看得蛮清楚的啊 对所以礼拜一卖掉啊 赚52%嘛 整整一个月刚好一个月 赚完之后隔天涨停板啊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的 个股的一个基本上真的很强 我卖掉之后 他不见得马上会回档啊 你看我节目的你可以卖更高啊 你可以卖在34.65啊 对上礼拜是还有34.65啊 对三天的时间在高档啊 但是如果你贪心又不卖 今天那个冰川剩多少 剩30.8 最低是30.3啊 你没有看到 杀下来啊 上礼拜我今天 是不是连续杀了两天 所以你现在看到一个结果 哎卖在33是卖对的哦 没有卖错哦 52%中间最好 赚了一段我赚到了哦 卖在上礼拜的33 对啊 今天剩30.8嘛 没有错吧 所以我是会带会 卖股票的分析师 这礼拜的技术班 你来听课的一个重点 就是我要教会你如何卖股票 会卖股票就等于会空股票啦 知道我的意思吗 所以把我这一档神盾啊 上礼拜285卖啊 你跟我买在226的 11月3号的 这样赚59块钱 11月21号 你跟我买在245的 这样子40块钱啊 上礼拜285 冲容不破的下车啊 我也没有卖到最高点296啦 上礼拜285卖 卖完之后 礼拜五 跌到271嘛 这你看到一个股票的一个架构嘛 上礼拜卖在285嘛 那来到上礼拜五 剩271嘛 是不是差到十几块钱 可以接回了吗 指纹辨识系统台股的 领导品牌的公司 就是神盾 可以接回了吗 今天神盾 已经来到284涨了7块钱了 所以一档股票的买卖点 我说过你不要去用猜的 到底庆龙老师今天有没有买 到底今天庆龙老师 有没有卖这档股票 不要去用猜的 用猜的等于是用赌的嘛 你跟这盘中讯息一起来进 一起来出 我给你的是目前年底作战行情 最好赚的一个月份 因为法轮圈一定会作战 这是很基本的一个保证 每年度的行情 都会发生的一个重点 那公司派 要不要拉抬自己本身的股价 绝对有 所以你只要领先法人布局在轿上 等着法人帮你抬轿 你所得到的一个结果 四波淡堂行 联军 这边是105 买了之后上去 买了之后 这几天谁在买 哪个法人在买 投信 投信 这几天才买的 你跟我买在这边 他有没有帮你拉上去 那不是一个完美的一个架构吗 所以我希望 月接近12月中旬 法人的 作战的一个脚步 会加快 赶快领先他们布局 这个月的行情 真的还不错 续一下 再回到节目的一个现场 看你这么年轻怎么就气喘细细的 爷爷 你怎么都不会喘 除了运动 我也定期做体势能检测 体势能检测 你看 全国各县市都设有体势能检测站 提供民众检测 项目包括肌力 肌耐力 心肺耐力等多项检测 还有营法族专属检测项目喔 这里的教练亲切又专业 那我也要定期来检测 运动99 健康99 教育部体育署关心您 蔡老师2016年度技术班开课了 20年经验操盘心法传授 独门绝招大公开 让您精准掌握每一档 强势机油股的买卖点 12月10号星期六在高雄 12月11号今天在台北 这位有限 请尽早预约报名 一个不达报名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 巴菲特 巴菲特 运达投顾蔡老师 运用巴菲特价值型策略 清选持股稳健操作 是全市场最实在 最诚信的分析师 新任蔡老师 是您赚钱的开端 出价专线02-2781-0909 2781-0909 蔡老师2016年度技术班开课了 20年经验操盘新法传授 独门绝招大公开 让您精准掌握每一档 强势机油股的买卖点 12月10号星期六在高雄 12月11号今天在台北 最后有限请尽早预约报名 一个不达报名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 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 这档环球金 在11月18号 我做了八档动作 按既定的规划 做卖出 因为利多消息已经见爆了 所以11月18号的环球金 卖在99 赚22% 这讯息都跟你对时对价过了 那买在什么位置 11月1号的81 就这个位置 买在81 卖99 当时候对于环球金的基本面 已经跟你论述过了 它并购了SIMUS 它会成为全球第三大 半导体晶圆的供应商 所以它的基本面有没有改变 当它回档修正的时候 上礼拜 我怎么分析它的货事 股价高点我会卖 上礼拜 打到90.6 差了10% 基本面有没有改变 第三大金元的供应商不变 10月印收创新高 成长了21% 所以一档股票如果它的基本面 依然是成长了 没有受到股价回档修正的影响 那接下来就只剩技术面的操作而已 高点会卖 那可不可以接回 99卖 到上礼拜我90.6 差10%了 技术面的一个东西 也是我这礼拜 所要传达给你的技术班课程 很重要的内容 怎么买的怎么卖的 我们要掌握的就是一档股票 一个波动循环 那个高低点 如果基本面没有改变 高点卖掉 下来 符合什么样的一个技术面 是可以承接的 这一点你要懂 就是这样 所以整个环球星 什么时候可以低接 什么价位可以低接 不要去用猜的 当条件符合了 我自然会带会人做动作 那如果条件没有符合 没有符合技术面的一个进场点 那就不要接 资金周围就买下一档 因为你高档已经卖了 你已经卖在相对高点99了 你看99卖完 他也没有买上下 因为我接到股票 基本面真的很强 我卖完之后 你看还有高点让你卖 你已经看过太多档了 所以你来跟我合作 买我的股票 你不觉得很安心吗 不是只有安全 都可以产生一个波段行情 太多档都是如此的 真的是这样 对 冰川也是一档 卖完之后 隔天还涨停板 短线上或许你会有所怨言 怎么卖完涨停板 33块钱卖完之后 隔天礼拜有涨停板 但今天已经剩30.3了 所以卖在33真的不错 中间这一段比较好赚 后面留一些 给看我电视机的投资票 可以卖在更高点吗 所以会员不要抱怨 我能赚的 这是一个月52%吗 对 环球金赚22% 卖完之后 还有更高位置让你卖 电视机的观众 你有没有把握高点 得卖出一个位置 所以不要每次都用猜的 或每次又等的 等庆龙老师公布买点 你再去买 或等我公布卖点之后 你再去卖 不要靠运气 不要靠运气 赚股票要靠实力 要赚你破断行情 你更要有专业的实力 懂吗 所以环球金 就看它技术面 符不符合 可以接回的一个层面出来 这在今年度的 这个礼拜的技术班 我要传授的一个重点 会买也要会卖 懂吗 如果卖出股票 比如说冰川卖掉了 或是所谓现金挂卖掉了 那现在不可以承接 没有看到那个比较漂亮买点 那又买下一档 我只好保住跟你讲过了 资金抽回当然是买下一档 即将发动的作战股 比如说这档股票 上礼拜三讲的 获利的双引擎 四个月大抵完成 所以它作战空间很大 至少它积极在低档 这底部 这边才叫头 所以作战空间很大 上礼拜三 礼拜四 是不是继续变高 所以我说过机体介入 导播可以稍微经典一点 有没有 礼拜三礼家 礼拜四礼家 今天大盆跌28点 它红K棒 你没有看到最近 头信在作战了 没有错吧 头信开始在买了 今天大盆跌28点 它红K棒 它还有没有作战空间 自己把握 好不好 所以我是会带会卖股票的 买股票真的比较简单 买了大家都希望赚涨停 但是做对你会不会停利 做错你会不会停损 先进光 12月1号28.6 停利卖出 上礼拜四 11月28的宾川 三三卖出 11月28的深盾 28我卖出吗 我都有卖 那会卖股票相对来讲 等于你会放空股票 只是说我在电视当中 有我的某些考量 所以我通常不会讲 太多放空的言论 我不是死多头 我都懂得卖股票了 难道不会懂得卖 放空股票吗 你来看一下去年度 6月份的行情 这档叫优客 融资高放空避险 股价当时候28块钱附近 亏钱的公司 融资在高档 M头又形成了放空避险 去年度6月份优客 22号我还继续追踪他的货事 反弹就是空 融资会多杀多 当时候还在26块钱 23号我提醒你 撑不了太久 这档股票撑不了太久 当时候在28块钱 27块钱附近 去年度的 6月份 这边 6月份 撑不了太久 你知道他最低跌到几块钱吗 262728跌到7块钱 剩三分之一不到 所以这礼拜的一个技术班 我们要传达给你个超盘心码 不是只有做多这门小稳技术 该如何放空 该如何卖出股票 那是很多投票 比较不容易办到的一件事情 这也是这礼拜的技术班 我要传达给你的个人的超盘心码 都门绝招大公开 这绝对我们现在讲一讲 我可以给你保证 当天的技术班的课程 很多东西我电视当中 都没有讲过的 我可以这样给你保证 会物超所值 懂我的意思吗 包括这一档民意 去年多的六月份 主力股转弱就出掉 你还记得吗 当中股价114 已经从105跌到102了 跌掉三分之一的 还可不可以再控 6月16号的民意 跌到90几块钱 还没有跌完还可以再控 6月16号 还可以再控 剩90几的 你来看一下当时候的一个6月12号 我给你一个辅助的工具 这条线 6月12号最高是不是114 结果跌到几块钱 跌到42 剩三分之一左右 你只要学到我另外一个 看盘的技巧 超盘心码 辅佐你这条均线 我当时候没有讲 因为这是我个人看盘的一个技巧 6月12号我只告诉你转弱就出掉 至于转弱的原因 你看这条均线被跌破你就知道 跌破了 所以114是不是可以空 对不对 所以我说还没有跌完还可以再空 当时候剩90几块钱 这边结果跌到几块钱 42 这我这礼拜 技术班所要传授给你的 个人的看盘技巧跟超盘心码 这些东西电视上我都没有给你提过 但是 今年度的这一堂课 我会告诉你 个人20年一个超盘经验 经验其实是无价的 所以我希望6日的一个技术班 台北高雄各一场 非常难得 你所看到的 你所学习到的东西 都是电视上 我没有讲过的 甚至其他老师可能也不懂的东西 希望你赶快预约报名 因为现场的座位真的有限 明天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